派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錄我們的派對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年後呢我們又來錄一集 我們因為明天 今天是禮拜天喔 就是相信大家昨天禮拜六呢 有經歷了年假 連假跟年假是一樣 連在一起的假期呢 甜美滋味以後的最後補償的果實 就是禮拜六要補班補課 昨天Happy也有補班補課 那今天是禮拜天 明天又要上課了 不過那是一般人的 說法跟看法 Happy 你明天要上課嗎 明天是因為啊明天我還是感冒 沒有沒有沒有你不用用感冒當藉口 因為明天 跟後天跟大後天 爸爸幫你請假 你可以連續放 四天 四天四天 四天是兩個二 四天 一二三四的四 它就是兩個 一二三四五 四天而已 六七八九十 好 那 原因是因為我們 為什麼要放假十天啊 然後原因是因為我們那個 明天要去高雄 然後帶Happy去 去壽山動物園玩 然後約了不得不哥 妮娜跟我的 國小的同學 還有阿宅 阿宅姐姐 就是Happy 之前我們在台北呢 我同學的女兒 然後對Happy非常照顧 Happy也非常喜歡她 所以我們就約好 就是要去高雄 壽山動物園玩 我喜歡的不是那種啦 是彩彩姐姐 對啊就是彩彩姐姐啊 那妳今天 剛剛我們 我剛剛下午呢 帶她去冒險 然後我們去看了 我們像 玉井有一個台路農場 然後去看了梅花路 然後去餵了她的 羊朋友 就一隻叫高麗菜 然後一隻叫小雞 然後一隻叫什麼 你忘了對不對 好 那不是重點 那在回程的路上呢 因為最近這幾天喔 她都一直不斷的 提醒我 提示我 跟 要求我 她會說 爸爸要不要錄Cast 要不要錄Podcast 她講Podcast 會有一個很可愛的音 妳講一次 妳要錄Podcast 妳說Podcast Podcast Podcast 什麼Podcast Podcast 對她就是說呢 她一直想要錄Podcast 等我一下喔 那個 唉唷 我突然發現 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那個 呃 相機 不會去充電 稍微沒電 所以我現在呢 要 給她插個電 不然的話 她沒有辦法進行 好啦 現在我再充電了 可以放心一點 好啦 那 今天呢 主要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過年這期間 歡迎你們參加我們的派對 喔 對啦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先讓我們主角來 我們的HAPPY呢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關於蛇的故事 快點快點 妳要跟她講什麼蛇的故事 剛剛我帶她回我們舊家呢 她找到了一隻我以前在 在蝦皮幫她買的 用那個雷射3D印表機 印出來的一條香味蛇 她有一陣子非常喜歡香味蛇 所以我就去蝦皮幫她訂了一隻 就是那種3D列印的香味蛇 金色的喔 然後她剛剛呢 其實她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也自己會在想 就是她剛剛回到了她 三歲前 成長的地方 但是她上去以後說 這裡是哪裡 她居然完全忘記耶 妳小時候在那邊爬的 在那邊長大的 妳都忘記了嗎 沒有啊 那妳記得以前那裡 有一隻阿鵝 跟妳一起長大的嗎 不記得 都不記得了喔 嗯 哇妳完全失憶了喔 嗯 喔喔 好吧 妳跟大家講吧 然後她剛剛就拿了這一條蛇 然後她覺得很興奮 然後她就說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關於蛇的故事 妳說這條蛇怎樣 這條蛇金色 金色 然後妳說她會吃老鷹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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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蛇 吃老鷹 只吃蛇 老鷹吃蛇 但是蛇不會吃老鷹 嗯 對那 蛇吃什麼東西 蛇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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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也算對啦 那剛剛有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剛好跟她聊到就是 駱駝 我說因為有一次我在IG看到有駱駝在吃仙人掌 然後我就說 駱駝會吃仙人掌喔 她就說 仙人掌刺刺的她都吃喔 我說對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駱駝會吃海膽嗎 呵呵 然後我說喔 這個想法其實是蠻 蠻接近的喔 因為仙人掌跟海膽其實蠻像都尖尖的 那我跟她講說 駱駝在的地方是沙漠 然後 仙人掌在的地方是海裡面 所以 基本上駱駝是吃不到海膽的 那她就說 那如果駱駝怎樣 被吃肉的恐龍 吃到咬到對不對 嗯 但是 有駱駝的時候已經沒有恐龍了 你知道嗎 嗯 現在這個世界找不到恐龍了 你知道嗎 嗯 只有一個地方有 哪裡 在那個 日本的海溝 那裡有一隻哥吉拉 就是上次你把我摔壞的那個 面子盒的哥吉拉 嗯 她住在那裡面 哪裡 日本的一個海溝裡面 然後她會在地球的海裡面 游來游去 嗯 對 一隻很大隻的哥吉拉 嗯 跟你的一模一樣 對啊 嗯 嗯 對 但是她原本有兩隻 一隻被你摔壞了 嗯 所以現在世界上只剩下一隻 嗯 就是那一隻 原本那一隻是在爸爸這邊的 嗯 你那是把我摔壞了 嗯 對就沒有了 你丟掉了嗎 沒有放在那邊 我要找時間黏它 我都沒有時間去黏它 嗯 對 之後黏完我要再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把它收好 因為你一定會再摔第二次 以你這種GY的個性 你一定會再摔摔第二次 我 你還沒說我講故事 對對 你要講啊 好啦 那我們請到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非常幸運呢 今天是 一樣是我們七隻小羊大戰響尾蛇的導演 嗯 林 Happy 導演 來跟我們講故事吧 來導演 導演 行 有一隻手 然後呢 然後把冰糖丟 吃了 然後 有個蜘蛛 把他 丟 丟去 喂太空了 喔 喔 所以 它是一個結合了那個 驚悚與科幻的一個作品 這裡這裡 你要拿到這裡才看得到 這個是在舊家找到的 你說這一個是誰? 蜘蛛人 紅色的就是蜘蛛人 以前我們小時候看到紅色的就是鵝骨粿 好 那不是重點 那你講完了嗎導演? 講完了 好 那我這邊呢 簡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過年期間發生的一些事情 因為 我們明天 我本來想說今天我要趕時間 就是包括我們撿到一隻貓叫阿泡 然後我們後來經過零零種種的一些 就是要叫什麼名字呢? 後來決定收養牠以後發現牠懷孕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養牠 然後呢 就放在家裡面 HAPPY的房間給牠代產 那這部分呢 我們就是 後來想說 然後既然要取名字的話 要養 就是 媽媽背的都是用飛來算 所以呢 阿泡就變成 原本想說叫香飛 然後因為牠之前就叫阿香嘛 然後或者是 牠後來決定說用原本的阿泡 但是呢火製的泡 改成連環泡的泡 水製旁 所以就變成泡飛 但是我每次錄線洞 就有很多粉絲說 比如說我現在進去房間 然後我錄泡飛 我就說 欸泡飛 泡飛 然後很多很多人都說 我都以為你在講靠杯 是有點像阿 不知道是我個人的體質問題 還是 還是這個名字呢 其實比較容易搞混 那也有人說很像泡灰 阿其實無所謂 反正就是一個名字嘛 那這不是重點 就是我們在大年初三的時候呢 欸對初三 在店裡面吃飯 然後因為阿泡一直都在 阿泡在我們那邊已經一年多了 我媽也為了一年多了 那這個名字是屁桃取的 去年屁桃回來的時候呢 因為屁桃很喜歡貓 然後那一隻阿泡呢 牠又很親人 所以屁桃就常常摸牠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給牠取名叫阿泡 然後呢 就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過年去吃飯的時候 欸欸欸欸 過年去吃飯的時候呢 那個王思文呢 就 就有去摸到阿泡 然後順便去看我阿嬤嘛 因為我阿嬤 老了 身體不好 然後請了一個看護 就去看阿嬤 然後回程的時候呢 就遇到了阿泡 然後王思文就覺得 哇 阿泡好親人喔 什麼之類的 然後剛剛好那一天 還是隔天我忘了 就 就是過年嘛 那附近呢就有一個 很雞歪的一個人 然後他也不住那邊 但是 他的老 他就是有一個 房子在那邊就對了 然後王思文去餵他吃飼料 幹飼料這樣 然後那一個雞歪的人 就在那邊靠北 說什麼 什麼 很髒阿 就是亂餵貓阿 什麼之類的 難怪附近都有老鼠 難怪牠家有老鼠 我想說 你叫老鼠是你衛生不好 跟貓有什麼關係 而且貓不是會抓老鼠嗎 所以 反正就很雞歪的一個人 然後很沒有禮貌 我蠻討厭那一個人 然後 王思文就 隔天喔 還是初級的時候呢 反正就有很快的動作 就把那個貓龍呢 洗好 然後就叫我 去 就是說要去抓阿泡 來 要做結紮 因為 他很怕那一個雞歪的人呢 會 就是 對阿泡不好 因為阿泡很親人 然後阿泡呢 也 就是可能 對人比較沒有防備 所以 就 趕快把牠抓 抓回去 然後先照顧 然後去做結紮的動作 因為牠怕牠會下毒啊 或者是 打牠之類的 然後我們抓到阿泡以後呢 就 先帶回家 然後王思文幫牠洗澡 洗完澡我們隔天 我們 等到大年初五 欸 初五吧 還是初六呢 欸初五 就有 醫院可以看貓了 然後我們就 沒有泡飛了 泡飛在三樓 你要不要上去找牠 然後呢 就 檢查以後發現牠懷孕了 然後牠長 牠 醫生用超音波照 初估大概四到五隻 然後懷孕大概一個月 對 醫生說 牠肚子裡有幾個小寶寶 四到五 五個 一二三四 對 四五 對到五個 然後但是還不能完全確定 因為 有一些比較專業的部分啊 比如說 牠有說一些 因為我不在現場 因為我 我就是那邊很難停 所以我就是在路邊等 然後找一個車位停 然後等 王思文帶貓 然後 檢查完我再去接牠們這樣子 那 聽王思文大概的講法是說 醫生說那隻 那阿炮呢 牠 之後要等兩個禮拜後 就我們檢查後的兩個禮拜後呢 再回去醫院做 檢查 那可能照X光才可以確定 最後的 的 懷孕 的 有幾隻這樣子 那 牠說有的可能會有一些心臟問題 或者是什麼 沒有心跳的 或者是什麼 可能就會被吸收掉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我 我聽不懂 反正就是 簡單講 這部分我們就是 等 兩個禮拜後呢 再 才可以確定這件事情 好 那你上去吧 你上去好不好 你上去找媽媽 我一個人嗎 對啊 你可以上去吧 媽媽應該在樓上吧 我先打給媽媽 我一個人害怕 有啦有啦 我打給媽媽一下 等我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在一樓 然後 牠老母在三樓 好 HAPPY要上去 但是牠不敢上去 你可以下來接牠嗎 我在一樓入PODCAST 好 謝謝 好了媽媽 媽媽要下來了 媽媽要下來接你了 你去樓梯那邊等媽媽吧 好啦 我可以專心講話了 然後呢 嗯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我們兩個禮拜後才 才可以確定就是 阿炮的 懷孕的狀況 是怎麼樣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們阿湯呢 已經終於結紮了 這一個部分呢 也是聊了一個 心裡面的 一樁小事啦 怎麼講 因為 對 去找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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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牠說樓梯很暗 牠會怕 我問你 你先過來 好 然後 因為阿湯也結紮了 因為阿湯在結紮前 就很奇怪 就是牠會 牠會學肉肉跟華菲子亂尿尿 然後 後來就越來越奇怪 就是牠會尿在 沙發以外的地方 比如說 呃 地上的 比如說像我個人習慣不好 我回房間 有的時候我會把 外出的褲子 就脫著 就放在地上 然後就穿 家用的短褲這樣子 然後 牠就會在我的褲子上面尿尿 然後或者是襪子 然後或者是一些 很奇怪的角落 然後看醫生檢查 其實 就是有兩個狀況 就是 當然是 呃 還沒有結紮前的狀況 可能發情 然後第二就是 牠的 好像是 有發炎吧 就是尿道還是沒有發炎之類的 那就 一併的結紮一併檢查 然後 吃藥 就這樣子 就是我們過年這個期間發生的 大概的一些 對關於貓咪的事情 那我本來想說今天 今天禮拜天 那我們明天 後天 大後天呢 要去高雄 那我想說今天把 就把 阿炮 收養的過程 然後還有 那個阿湯結紮的過程呢 剪一集 影片 放在YouTube上給大家看 但是呢 我在 昨天 昨天開始呢 我就 很不舒服 我的胃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吃東西就 吃不下 然後一直 一直拉水 然後 後來就 我有 好像38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就吃不下 然後有脫水 因為我喝水就會拉出來 所以我後來就不喝水 然後到 昨天晚上 真的想說還是要吃一點東西 我就去買了粥 然後 吃完粥以後呢 就 上樓去睡覺 大概十點多吧 十點半左右 我就上樓去睡覺了 然後 今天早上起床 就 全身都是汗 然後 棉被都濕掉了 身體全身都濕掉了 因為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一直冒汗 然後起床以後 洗完澡 精神就好了 然後就 有食慾了 可以吃東西 今天是完全OK了 所以變成說 一來一往之間 我有兩天的時間 一天半的時間 我是 過著一個 非常恍惚的狀態 我沒有辦法去 去 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只能 一直休息 然後一直躺在那邊 然後 你們會發現 我這兩天的線洞很少 我平常線洞都是卡到滿 但是我這兩天的線洞很少 因為就是大部分都躺著 然後 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有點 有點失憶的感覺 所以到 我今天睡醒以後 有時間了 有精神了 那個 熊孩子呢 也醒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剪接 我剛剛就今天現在 我現在錄的時間是 已經是六點多 但是呢 我剛剛下午都帶他出去 冒險 所以我也沒有時間剪 那我們明天又要出門 要去兩三天 所以 今天晚上要整理行李 然後 有一點有的 所以就 貓的影片就沒有辦法剪接 所以就 想說先錄一集 podcast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 過年這一陣子發生的事情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 今天 也沒什麼啦 因為 剛剛跟 Happy喔在外面玩 然後 一直在跟他講故事 那我個人覺得蠻好的就是 呃 自從 一樓這邊弄好以後啊 我開始有在 準備要做第二季的 podcast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 之前想的方向就是 會找一些 來賓一些朋友 然後來做一些 對談之類的 那後來發現 如果要這樣一直更新的話 很麻煩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是獄景 那這地方其實沒有那麼多朋友 那每一個人也都在忙 那我又有小孩 那很多時間呢 其實都沒有辦法搭上 所以變成有一些困難 就是這種對談式的 風格的 的節目內容 然後後來想說 還是跟第一季一樣 第一季的後面那樣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講 自己一個人講當然也OK 反正我習慣 只是後來想說 Happy已經滿四歲了 然後他其實 我從小就一直在跟他聊天 所以他其實滿會講話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並不是故意要 讓他來跟我錄 podcast才這麼做 而是我本來就會跟他聊天 所以在很多次的 一來一回之間 我會覺得說好 那我們試試看好了 所以才會有前幾集就是 找Happy來跟我一起錄 podcast的動作 然後 沒想到是 他錄了第一次以後 上癮 那可能是因為 如果說我今天是沒有用影像的 那我只是用一個麥克風的話 那可能沒什麼興趣 那所以我這一季剛好有加影像 所以呢 Happy看到以後就 就看到自己 然後很開心 然後他就會比較 好講話 所以變成說 痾 最近就會跟他 就是每天都跟他聊天 然後就是問說 欸那你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想要跟聽眾朋友分享 然後他就會說 好那我來想幾個故事吧 對但是你畢竟知道 水瓶座AB型 就是一個非常放蕩不羈的 所以他也從來不遭教奔走的 所以今天本來他有想要很多故事 要跟各位分享的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直在那邊玩 然後走來走去 那我的部分呢 是因為我今天跟他講太多話 所以我的喉嚨 很乾 所以 我也沒有辦法講很久 你就聽我的聲音就知道 有點沙啞 所以今天呢 就 錄到這邊 然後呢 跟大家 稍微簡單的報告一下 就是 貓咪的狀況 泡菲現在在三樓 過得非常好 那我們出去玩的這三天呢 我媽 因為我媽呢 其實泡菲已經讓我媽養了一年多了 所以我媽跟泡菲非常非常的熟 沒有泡菲跟我媽也很熟啦 所以變成說 我媽會來幫我們 照顧泡菲孕婦以外呢 就是 還有 結紮後的阿湯掛著那個 我媽會來給他們金貓沙跟 換飼料跟補水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 回來以後 再跟各位分享 可能再 看瘦山動物有什麼好玩的 再錄個Podcast 跟各位分享 那當然我還是會撿郵寄 我還是會拍旅行的影片 跟你們分享 所以 這部分的話 就到時候見 掰掰 喉嚨 喉嚨 不舒服 掰掰 會 會 會